好,那怎麼做去逐綠類景呢? 這邊有一些參考資料 我把它貼到這裡 OK,好 那這是我之前寫的 那這邊有 有錄影 然後這邊有專案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這個專案給下載一下 好,我把它存檔一下 好,我建立 好,就存在這裡 好,存好之後呢 把它解壓縮 就解到這裡 好,所以就讓我們Green Remote 重複的這樣講 好,這時候我們做的先做一個靜態 靜態的是什麼呢? 你看到這個是背景 那這個是有慾背景的一個人 他舉起手 那我想把這兩個照片給疊在一起 那一般我們可能會用 FK8 或者是威力導演 或之類的 來做這種事情 或Photoshop 但是呢,用Blender也可以做 用Blender你要做靜態 他要做動態錄可以 那這邊有一個我之前做的 我們把它拿出來看一下 那稍微按一下你的 好,你會看到 OK 而且這一張是風景的影片 一個圖 這是一個人的圖片 但他背景是綠 那於是呢 我先把這個人的圖片 經過Channel Key RGB裡面去處理 然後呢 Key Channel 就是把G的部分 綠色的部分 給綠掉 然後呢 點算法 就去用Mask的這個算法 然後綠哪邊呢 綠從0.9到1.0 G是從0.9到1.0 這麼強的一個綠色水準 才會被綠 其他的部分 那就是你綠完之後 就看到這樣 但是這裡有個殘影 有個殘影 因為他背景是綠的 但是有點黑 那這個 這個 會有一些綠掉 好 那到了這邊呢 我們 這兩個 這兩個拿來疊 就變成 用R把Over來疊 那R把Over會把這個 疊在這個上面 所以就會得到這個結果 那但是呢 因為有個殘影 有個殘影 如果直接疊的話 會有點 不夠好 會像這樣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把這個 Channel Key的結果 拉出來 用一個叫 ColorSpear的節點 然後呢 去做這個 DSpear Channel 把綠色的做DSpear 讓它的殘影消失 所以呢 這樣子 取出來之後呢 就會 再做一次 ApaOver 再從這邊跟他做ApaOver 再從這邊跟他做ApaOver 再從這邊跟他做ApaO論 然後出來的結果 出來的結果 做得比較好 得到這個結果 所以這是我們的設定 那各位可以试试看 譬如说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参考 这一个就是参考 那我就重建一个 把刚刚那个也打开 就让它参考 然后我们就参考它重建一个 再建一个新的 我把它存起来 这个叫Node Green Remove 2 我把它做一个 Save 那Save完之后呢 我们 我们要做那个 Composting 所以我们跑到这里 那这边我们用Use Node Use Node 这边你会看到 我们现在要先加入一个输入 输入是用影像的方式 影像的输入 这个输入里面呢 我们让它是这一个 胡 OK 这是胡 那接下来再加一个 因为我们还有个人 OK 所以我再Add 一边Input 加一张影像 那这时候呢 加的 我们加那个人 人是在哪里 我们都在下面 你看 parte Алекс اف 可以 好 所以我们现在有5 有人 我们想把它合在一起 那我们参考一下 这边的作法 先把人经过Channel Key 然后选绿色的0.9到1.0去掉 所以人如果Channel Key 所以我要Add一个Channel Key Channel Key在哪里看一下 Channel Key 这里Channel Key 这个我先把它拉走才不会达到 Channel Key 然后这image给它输出 输出到这里 OK你会看到 他这边好像有点格状 就代表说它是透明 但是还不是很透明 因为它还有绿色 如果真正透明 应该会变成黑白格状 所以这里我们选0.9 它就已经变成黑白格状的透明 灰格状的透明 那这就是我们绿丸的部分 绿丸的部分 你会看到我们接下来搞到哪里呢 其实你可以把绿丸的部分 直接拿去做alpa over 跟它叠在一起 但是这个叠在一起的结果 我也不是很好 我们先做一次alpa over add 这个叠在一起的 然后呢 这里有 然后呢 这里有 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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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最后的compositor的合成结果 我来输到这 OK,你会看到这样的alpha over结果 就是它背后的浮景 感觉好像还是有一层的绿色 所以这一个这样子做不够 它会假假 那这时候呢 你可以按F12 你会看到哇,虽然有 但是假假的,因为这一块实在是太不清楚 所以这时候我们必须再 再加一个color steel color steel的节点 然后让这一个导到这个color steel 然后再去做alpha over 才是对的 所以呢,我们就 扫出color steel的节点 应该在color里面 color steel 好,可以看到 好,可以看到 不一样 不一样 还是我没打到 第四个 哦,有 在这里 好,OK 那这个是color steel 我先把它呢 打到这里来 好 那打到这里来之后 color steel完 color steel完 好,color steel完 它还是选g 那这个g呢 再去做alpha over 再去做alpha over 再去做alpha over 试一试一下 这个东西再去做alpha over OK 这时候你看到的这个背景 比起刚刚的好很多 刚刚的是我们直接把这个拿来做alpha over 结果呢 不好 对 现在我们先把它拿到这里来 再用这个来做alpha over 结果就好很多 那这个就是去率背的做法 那现在我们去率背的对象是一张静态影像 所以出来就是一张照片 但是如果我们去率背的对象是一个影片 那出来呢就是一个合成丸的动画 OK 所以这里 其实Blender在这边功能 其实还是可以用 是可能没有像Rift Effect那样子 在这方面 有全视觉化的结果 它是你稍微有点想像 说我到底什么样的节点加出来 我有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比较没有那么直觉一点 好 那多一个试试看 去下载这一个 先去下载这一个 就是里面的这个专案 然后模仿它做一次去率背的动作 那如果OK的话 你就可以 可以再下载这个 那这个的部分 它就有 有一个影片在里面 那这个影片 你就可以拿来 做骨上的小狗 那这个影片